之前咱们为了描述磁场引入了磁感强度,借鉴了电场中的方法。 电场和磁场有很多相似于不同之处,这个视频咱们来仔细比较一下。 静电场和磁场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殊物质,都不是由分子原子构成,但都是客观存在的,也都具有物质的力和能量等属性。 静电场存在于静止电荷周围的空间,是电荷相互作用的媒介。 电场对放入其中的电荷有电场力,当电荷在电场中移动时,电场力对电荷做工,电势能发生变化,这也说明电场具有能量。 而磁场存在于磁体通电导体周围空间,由于磁体的磁性来源于电流,电流是电荷的运动, 因而概括的说,磁场是由运动电荷或变化的电场产生的。 磁场是磁体间的相互作用的媒介,它能对其中的运动电荷施加作用力,磁体对电流对磁体的作用力皆来源于磁。 而现代理论则说明,磁力是电场力的相对论效应。 电场和磁场都是矢量场,电场方向是正电荷的受力方向。 电场的强弱用电场强度E来描述,大小等于FBQ,但它是电场本身的性质,与试探电荷无关。 电场可以相互叠加,合场强等于各个电场强度的矢量和。 磁场与电场类似,它的方向是小磁身N级的受力方向。 磁场强弱用磁感强度B描述,它是用与磁场方向垂直的电流源的受力来定义的,B等于FBIL。 它也是磁场本身的性质。 磁场同样也可以相互叠加,仍然是矢量求和。 它们都可以用一些曲线来形象表示,电场是电场线,磁场是磁感线,它们都是不中断,不交叉的。 但是,它们也有很明显的不同,电场线从正电荷或无穷远处出发,终止于负电荷或无穷远处,是不闭合的。 沿电场线方向,电势逐渐降低。 而磁感线是闭合的曲线,也就是说,在磁场中既没有圆也没有绘,所以磁场中不存在类似于电势这样的概念。 电场和磁场是由内在联系,相互依存的,以后你会学到,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,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,共同形成电磁场。 电磁场总是以光速向四周传播,形成电磁波。 好了,来总结一下,电场和磁场都是一种特殊物质,都能传递相互作用,它们都是矢量场,都满足矢量的叠加原理。 它们最大的不同点,就是电场有电势的概念,沿电场线方向,电势逐渐降低,而磁场中,磁感线是闭合的,不存在类似的概念。 好了,就讲这么多,现在你快刷题去吧。